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父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 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细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 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罪啊。 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个池啊,让我给煮的。 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哈哈,哎呀,你说你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所有后进,昨天结婚,亏朽,现在还激动,哈哈,哈哈,这个,你看, 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可能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再跟我们办一次。 你说什么? 再跟我们办一次。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这回还可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啊,今天我们办离婚。 啊,今天办离,离,离婚? 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真的? 那看来您俩肯定是闹矛盾的。 哈哈,你看呢。 你这,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被我给撕下去了。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 你明天看我 我就是独臂大侠 不是这个 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 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寿意的结婚 这不容易 你们应该抓紧时间 要个孩子才对 你拿倒吧 谁跟他要孩子啊 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我也不跟你要 我喝跟他要不跟你要 咱俩 咱俩就是怎么要啊 就是这么聊 大妹子 咱们别在外面说 上屋里去 有啥话言议听得不好 来来来屋里去 乖乖 屋里去 哎呀 你说你们这 刚结婚就要离婚 那到底是这种啥呀 因为我们结婚的 头一天他才回来 结完婚第二天 他马上就要走 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是啊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 外边一百多号人 等着我去要钱开资 我不回去 大伙都在这等 我不回去对吗 那我娘娘娘还等我呢 他等我三天回门呢 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不是 我结婚啦 那么多机会 我自己也得要钱 回来还机会吧 那钱重要 人重要 如果钱重要的话 你就跟钱过去吧 还有 我娘娘娘一听说你要走 把我一个人扔下了 不乐意了 让我跟你离婚呢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 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 能行吗 我妈都说了 我这辈子嫁你啊 我三家亏了 你那么说 我爹早都会回来 说娶你娶贵了 你啥子都废话了 你要走咱俩就离 离就离 行行行 抄着啥呀 你上我这来抄着啥的呀 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 不叫鸳鸯斗嘴 再说你们这之后一点事 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 离啥呀 要离你找离婚部门 你上民政 你上我这来干啥的呀 结婚离给办点 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吧 不是 这怎么的 这还讹上我了 没错 我们就讹上你了 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 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 让所有的听朋友好友们 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让他们知道 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 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 另外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什么要求 全程录像 现场直播 课程光盘 人手一份 得 我这还贪事呢 你是这 哎呀 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 这怎么着 哎 你过来 你过来过来 我上 这样 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 咱们能不离呀 就尽量别离 行不行 让你办你就办 行 那既然这样了 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 必须得离 必须离 不后悔 不后悔 拿钱 多少钱 结婚两万 离婚四万 我这你这贵利也太多了吧 啥叫太多呀 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 我没干过这个事 第二 也没人干这个事 第三 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 第四 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 结完婚了 你们就离婚 就传出去 我这生意还做不了 我干过两四万 一份不能少 给钱 谁给钱 谁给钱 你呗 凭啥 结婚我张了的 我给钱 离婚你张了的 你拿钱吧你 不是你一天到晚 出去张了挣钱 现在钱都哪去了呀 但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 你听谁说 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 好 我给你写个线条行吗 我们该不设账 那我就交定金吧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一万 行 先交一万 看见没 这些是我交的啊 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 怎么都行 停停停停 圆圆满满这个词啊 你可别给一招去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离婚定前已交 针对离婚而言 圆圆满满这个词 你就不能再用了 不吉利 你应该用什么呢 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 破马张飞 鸡头白脸 哎呀 等等等等 这你们把婚离了 好啊 太恰当了 我同意 继续 好 那这样啊 咱们呢就按 这个结婚的流程 研究一下离婚庆典 二位 起立 你这边 你那边 我 这边 正好 朋友们 先生们 女士们 今天 是小宝 小仙 离婚之日 在这 大悲的日子里 一对旧人 行 什么叫一对旧人呢 那我刚结婚 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那你刚结婚 你这不离婚了吗 不是那我 我们俩从 结婚典礼上 就回家一直吵 一直吵 吵到现在 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 怎么就叫旧人呢 你 不是不是 他说的有道理 你就是新提的车 马上就外 你也是 二手车 对 我不同意 换个词 什么 换词 换个词 行 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 一对半心不救的人 走在白不辞拉的地毯上 行 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辞连呢 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不是 你结婚的时候 你走的红地毯 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 红红火火 那你现在你离婚了 离婚了就你走白地毯 这意思是呢 你也白 他也白 加到一起 就俩字 拜拜 我同意 继续 一对半心不救的人 走在白不辞拉的地毯上 今天 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 融化在 阴云密布的天空里 往前走 奔向你们的自由 往前走 你们丢人去吧 音乐 愿赛 Come on 停停停 这什么音乐啊 啊 这是离婚进行曲 什么离婚进行曲啊 这不是忐忑吗 对啊 正适合你们俩吗 现在离婚了 你心平静吗 你不忐忑吗 就用这个 我同意 继续 好 进行下一下 二位面里面 站好 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 都发现了誓言 啊 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 啊 但可惜啊 现在离婚了 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 小宝 你的前妻 那你等会儿 还后八呢 不是 还长出前妻了呢 你们俩这离婚了 她不就是你前妻吗 行行行 是不是 小宝 你的前妻 小仙 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温柔 孝顺 还与你生而遇你 你 你愿意和她离婚吗 我可以保留一下吗 不可以 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就不愿意 不愿意离 就离 小仙 假如小宝以后 事业飞黄腾达 还深深地爱着你 疼你 懂你 呵护你 你还愿意和她离婚吗 我愿意 好 那么下面 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了 这个 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 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 那么今天离婚了 你们要把这个吻 还给对方 二位 二位 好 停 二位 二位 再近一点 赶紧 赶紧还稳 快 你先还吗 你先还 我不会 你往哪儿甩 好 下面进行下一项 向父母改口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 这头 结婚改口 结婚改口 离婚也得改口 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书 结婚以后呢 爸 你答应什么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 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改回去他爸没改这就不改了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行 我同意 你啥是奸呢 他代替那不是改口 那是改爸 你离得起就离 离不起就别离 说 哎 拿钱 拿钱 改口钱 你结婚的时候 改口多少钱 五千 现在六千 他涨价了你这个 什么涨价 这叫利息 结婚这拿事办了 我差这一千块钱 好 该我了吧 该你的了 你那边 你过来 改口 爸 不对 这是结婚以后的 结婚前 大爷 哎哟 我有那么老吗 还大爷 行了行了 先进去 赶紧继续 下一下 下面 有请二位 向双方父母 正宗道歉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怎么得不道歉呢 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宫女长大 完事让你结婚 最后你又离婚了 你说你对得起谁呀 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你生谁了 你养着谁了你 不是 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你是谁爸呀 谁 就是呀 爸对对 他是你爸 对 他是你爸 来你向他道歉 那还是你当吗 行了 还是你吧 还是我是不是 还是你吧 哎 你到吧 来吧 道歉 你到吧 爸 爸 我错了 我给你丢人了 还有你妈呢 妈 我不像我妈 我都这么大了 好不容易把自己夹出去 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 让你俩人家伤心了 妈 孩子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 你说你拉什么硬呢 妈要你拉硬啊 是让你要点面子 这面子要不回来 你咱们不要 我也没让你离婚呢 这大过年的 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妈 妈 孩子 妈 我错了 你说我都 这么大年龄了 害得你老生气 哦 儿子不孝 小宝啊 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 啊 你说你从小没妈 是我呀 使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成大了 供你念书 供你上学 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 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 啊 你整天忙啊 忙啊 忙啥忙啊 这回把媳妇忙没了 你消停了 爸我错了 还错了 错了赶紧给你媳妇陪礼道歉去啊 哎 快点 媳妇 媳妇啊 我错了 你别说了 我心里明白 你知道吗 在咱俩结婚典礼上 我留下了遗憾 我有几句心里话 没来得及对你说 那你现在就说 我听 你好 我听听 我说 你都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跟钱多钱少 没关系 因为我在乎的 是你 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 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 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 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 比你 媳妇 我再也不走了 我不走了 你还是走吧 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我不走 我走了 你咋办呢 傻样 我都想好了 我跟你一起走 在我这办结婚的 想在我这里 那是扯 你咋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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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都是我这错 好吗 咱们 嗯 朝着哭 我也不好 咱们回家 回啥家呀 我们得先好好地谢谢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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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人家 金蝉脱鞘了 坏了 快拿走咱们家一万六 你赶紧去追啊 你还我家一万六 我不带洗衣服 全在这儿了 在这儿的洗衣服 谢谢大家